今天打开周报第二页 我今天要分享 行耶稣所行的事 行耶稣基督所行的事 许多基督徒在信主以后 就想好好的过基督徒的生活 但是什么才是 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呢 什么才是一个基督徒 应该活出来的样子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 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样 对待别人呢 那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 可是你知道 我信主四十年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就跟别人说 我信主几年了 后来变成十几年了 后来变成二十几年了 后来变成三十几年了 我越讲我就越害怕 就是到底 我有没有活出 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样子呢 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 应该活出来的样子呢 是不是更有礼貌呢 那当然了 怎么可以没有礼貌是不是 是不是更奋发向上 一定的嘛 做一个基督徒 当然更奋发向上 是不是每个礼拜天都有来聚会呢 这个不用讲了 你们都来了 对吗 所以不用告诉你们 要不要来聚会 是不是看到穷人 就会把钱掏出来 等一下去奉献泰国 等一下去楼上买 那一个他们的手工 以便于福音可以广传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来看 一段很特别的圣经 你会认为那一段的圣经 那跟我没关系 因为那是彼得做的事情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二到四十节 彼得医治了瘫痪症的病人 又叫死了的大比大 可以从死里复活的记载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记载这段经文呢 这是彼得在生活上的表现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对 你没有听错 每一个基督徒 对 你有点怀疑 但是我讲的就是你 可以做的事 你可以叫瘫痪起来行走 你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 可能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我们会说 如果彼得可以做这样的事 因为他是主的门徒 他是主的大使徒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认识了 神的生命 可以如何的活在我们里面 神的生命 可以如何真正的活在我们里面 并且我们实际的经历了这个真理 我们就能够经历这样子的事情 经历这个真理 我们就不稀奇 我们也做这样子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的信仰 很多时候停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信仰 很多的时候没有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是知道 我们却没有经历 我们了解 我们也确定有这样的事情 可这件事情不一定跟我有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生命 或这样子的一个信仰 其实我们没有真正得着 我今天早上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跟你们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 是我们过去基督徒生命当中 你不一定经验到 或者你有一点点了解 但是你没有办法全面的接起来 我方方今天早上跟你们分享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信主的人要靠圣灵行事 信主的人要靠圣灵行事 你说你又来了 从去年讲到现在你不累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信主的人要靠圣灵行事 圣灵是一个力量吗 我们把它拿出来 我原来只能抬20公斤的 因为圣灵来我就有力量抬50公斤 是这个意思吗 什么叫做靠圣灵行事呢 我今天要带大家来看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但是每一个真理 我都要从耶稣基督的口中说出来才算 因为我们把圣经收进来 这个保罗讲的就一定对吗 雅各讲的一定对吗 但是有一个如果这圣经不是假的 这个圣经真的耶稣基督讲的话 是记下来的 而记下来说是耶稣基督说的 又都真是耶稣基督说的 那才有用嘛 那耶稣说什么呢 我今天要从约翰福音耶稣亲口 说出来的话 来说明一个信主的人 是要在圣灵里面活着 一个信主的人在圣灵里面活着 他要靠圣灵行事 一个信主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一个信主的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现在都讲耶稣基督的话 他说信我的才叫做信主的嘛 耶稣怎么说呢 他在约翰福音 如果你速度快你可以翻圣经 如果你速度不快你可以听 你专心的听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 耶稣亲口说 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 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他说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所以耶稣说 如果你信他 如果我们信耶稣 我们就不住在黑暗里 这是第一第二 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又说 他说我是生命的良 我是生命的良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所以信主的会不饿会不可 第一个耶稣说信我的就不在黑暗里 第二个他说信我的就不饿 就不渴 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那个是一个节旗 他说节旗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跟前面一样 就是渴了可以喝 他就不渴 他下面说信我的人 那就是信主的人 信主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亲口说信他的人就是我 就是你 我们信他的人 就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你有不住在黑暗里吗 你有不饿不可吗 你有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吗 那耶稣讲的更惊人的一句话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 一共讲了五次信的人 信的人 信的人 第一他不住在黑暗里 第二他不饿不渴 第三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第四信主的人有永生 都是主耶稣亲口说的 耶稣也在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 那个时候碰到 马大跟玛利亚在那里哭 以后耶稣很难过 他也哭了 他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就是我是复活 我也是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马大玛利亚误会了 以为是指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这句话也对 可是最主要事情是 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 他说 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从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耶稣讲的复活 或者说不死 是指的我们与神同在 这只是永生而言 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同在 所以信的人会有这些表现 这些主耶稣亲口说的话 都说明了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 就是你就是我 生命里面有改变的 以及他的生命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不太明白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不是我们不明白 耶稣的门徒都不明白 约翰福音他们都不明白这个事情的 他们就在那边想说 不住在黑暗里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常常点着灯呢 或者跑到光的下面去呢 为什么一个信主的人 会不住在黑暗里呢 为什么信他的就不饿 信他的就不可呢 耶稣在讲的时候 他们也不明白这个事情 他们说怎么样从腹中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呢 特别耶稣说 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而且你要得永生 这些对当时的门徒来说 他们都不明白 不明白 其实耶稣在这边提到的是 一件事情是 相信耶稣的人 有一种生命的改变跟品质 也就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你的生命会改变 而且你的生命会有一种品质 那种品质就是你不会在黑暗里面 那种品质就是你不饿 你不渴 那种生命就是 那种生命的品质就是 你腹中会活出流活水的江河出来 他自己会活出来 他自己会流出来 你说我都没有这种经验 对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种经验 是因为我们信耶稣都信在这里 没有关系让他释放 信在这里 我们信耶稣没有信在真正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弟们 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这段圣经里 这几天圣经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这种生命的改变跟品质 并不是我们自己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 我再讲一遍 当我们讲到信耶稣基督之后 他的生命有改变 那个不是我去改变 不是我要改变 我不要住在黑暗里面 你没有办法不住在黑暗里面 因为我们是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我们没有办法不住在黑暗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不饿 因为我们的肉身会不会饿 我们的肉身会渴 我们也不可能 从腹中流出活血的江河出来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讲的是这个肉身的生命 弟兄姐妹不仅如此 耶稣讲到最后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 信主的人有永生 就是永远与神同在这件事情 也不是指的肉身 所以 回到一件事情 所以耶稣所说的 这个生命的改变跟品质 不是我们自己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 换句话说 不是你做了基督徒 你就要去改变 要去学习 要去成长 不是这样就可以得到那个 我们是要学习 是要成长 是要努力 那不是这个让我们得到那个的 是因为我们改变 换句话说 这个生命的改变跟品质 不是我们自己的 不是因为我们进入基督宗教 所带来的 更不是 我说更不是 更不是 更不是因为我们遵守教条而来的 不是我们遵守教条而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事实上这种生命的改变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产生一个新的生命 那弟兄姐妹 那我们当中有人养宠物对不对 来有养狗的请举手 请放下你动作太慢了 有养猫的请举手 请放下 有养狗跟猫以外的动物 其他的动物不包括人的请举手 请放下 你知道第二堂有的时候你们都想睡觉的 尤其讲这么重要的你是不能睡觉的 可是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每一种动物有他的生命的习性 最近大家又在封猫熊对不对 不是熊猫是猫熊 因为刚才有人告诉我 猫熊跟熊猫是不同的动物 猫熊是熊科 熊猫是猫科 所以他是不同的动物 大家都在封猫熊 可是你不是为什么东西给猫熊吃 他都吃的 不吃的 喂某些东西给你吃 你也不吃 对不对 不是 你要不要吃吃看猪吃的东西 你大概不一定受得了 对不对 可是你吃的很好吃的东西 你给狗吃 狗不一定要吃的 你给猫吃 他不一定要吃的 你给猪吃 他也不一定要吃的 因为我们每个生命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我们不在黑暗里的 不是我们肉身的生命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能不在黑暗里 是因为基督的生命 我们能不恶能不可 是另外有一个生命 不是我们原来的生命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一个缘故 所以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生命呢 这些门徒妹妹搞清楚这件事情 一直到圣灵降临以后 他们才明白 原来圣灵降临以后 彼得完全转变 你想想看 他跟耶稣跟了三年半 为什么都不进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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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耶稣没有影响力 不是 不是彼得不努力 不是彼得很努力 但是那个生命 是不一样的生命 什么时候彼得才改变呢 圣灵降临以后 彼得才改变 你去读圣经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只有圣灵来了 彼得才改变 圣灵如果没有来 彼得不会改变 因此我们归纳一件事情 就是等到圣灵降临以后 我们就发现耶稣的话 对门徒来说就不难理解了 他们突然觉得不困难了 你知道吗 对门徒来说 如果耶稣讲到刚才那四句话 都不能被他们惊艳 他们不会把他写下来 也不会把他留下来给我们 他说信主的人不在黑暗里 那这个不是人被改 这不是人要不住在黑暗里 因为我信了耶稣 所以我不要在黑暗里 不是 你不要也没有用 你不要还在黑暗里 是吗 有没有人说我不饿 我不渴 我信了耶稣 我不饿我不肯 就不饿不渴了吗 你要不要试试看 没有办法的事情的 如果腹中活出流活水降神 我学习 我学习腹中流出活水降神 你怎么学习 不是 我告诉你 那是另外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那是另外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说 从肉身生的就是 从灵生的就是 所以有另外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 弟兄姐妹 有另外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 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才明白呢 门徒是等到圣灵来了才明白的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得到一个结论 一个信主的人是靠圣灵得生 这是彼得说的话了 对不起 保罗说的话了 保罗说靠圣灵得生 换句话说 我们会活过来 是指我们的灵活过来 不是这个肉身 这个肉身本来就活着嘛 不需要耶稣我们也活着 对吗 对吗 是不是 当然嘛 这个肉身不需要肉身 不需要耶稣也活着啊 那不然那些没有信主的怎么办呢 他不是也活着嘛 所以这个肉身 我不是说跟耶稣没有关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这个肉身活着 不是因为耶稣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生命 可是灵的生命 却一定从耶稣来 如果不是从耶稣来 我们不会有灵的生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那门徒到了圣灵 像灵以后 突然都明白过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一个信主的人 是靠圣灵得生 靠圣灵得生 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 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不是每一个 你说你是基督徒的人 你就经历到神 经历到圣灵奇妙的工作 不是每一个人 因为你说你是 你不一定是 是指说你没有得着也不一定 有的时候你得着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有的时候你得着你不知道 你是跟你知道是是两回事 所以奥古斯丁说 他说做人 动物好 人更好 知道活着好 知道自己活着更好 所以活着好 跟知道自己活着 活着跟知道自己活着 是两回事 活着跟知道自己活着 是两回事 所以有些人活着 并不知道自己是活着 所以他说活着好 活着好 但知道自己活着更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靠着自己 真的 如果是靠着自己的话 那知识就很有用了 我告诉各位 在信仰的事情上面 知识没有太多好处 我没有说不要知识 我曾经传福音给了一个人 我在这边也讲过很多次 他是一个脑筋非常好的 一个中国大陆人 我以前在欧洲 将近二十年前 在欧洲传福音给他 用举一反三 不可以描述这个人 他是文医之识 你一碰他 你只要跟他讲一个东西 你只要过了一段时间 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的东西已经变了好多倍了 所以你一教他 你就发觉他进步非常快 有一次 我跟他在一起 几天之后我就回来 后来三个月之后 我又去那里 碰到他的时候 他跑过来 就跟我讲了很多的东西 以后他就问我说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几天 他就问我说 李长老 他说我信得好不好 他问我 我信得好不好 你要知道 一个人问别人说我信得好不好 他有一定的把握 对吗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问我你信得好不好 我会告诉你答案 你信得好不好 我也不敢问你说 我信得好不好 因为你看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可能信得怎么样 是吗 可是他跑来我的面前 他就跟我说 李长老你觉得我信得好不好 我就跟他说 你信得很好 但是你信得太高了 他说什么意思 我说你信得真好 可是你信得太高了 他说你要不要信低一点 他说怎么样信低一点 我就从这里信到这里来 你知道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 他们的那个语言 心这个字 跟我们中国人的心是一样的 当我们讲心的时候 不是指的心脏 不是讲的医学的心脏 当我们讲的心的时候 是有另外一个生命最重要的器官 可能更靠近灵魂 心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不是这里的知道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知道 是用肉身生的知道 灵里面生的是心里面知道不知道 所以 所以当我们怎么样生下来这件事情 是因着圣灵我们才生的 我们生了另外一个生命 不是因为你好好的聚会 我刚才不是要你们早点来吗 对不对 我们说几点几分要到 五分要到 五分要到 九点五分要到 可是我可以保证你 如果你五分来到这边 你不是靠着圣灵 或者你不是在圣灵里面 或者你不是圣灵感动 你仍然在那里敬拜的时候 会读那个歌词 这歌词写的好或不好 这个曲调写的好或不好 你还是在那里用很多很多的思想 在敬拜 用你这个人 可是一个基督徒 他生命的改变是另外有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那个生命才是一个真的生命 可是 约翰福音如果讲到这边 那我们就很开心了 可是 约翰福音还另外讲下去 他提到了 就是耶稣提到了一个相信的人 就是你我 最不可思议的一句话 那这句话我们要翻出来念才行 请你翻开圣经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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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约圣经的一百四十九页 那请你们看看旁边的人翻到了没有 如果他还没有帮他翻一下 新约的一百四十九页 我们要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二到十四节 十二到十四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二章 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 你注意里面有信我的人 这是第五次耶稣讲到信我的人了 我们来读十二章的十四章的十二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请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在这里耶稣说信他的人 要做比他更大的事 什么意思 他说信我的人不仅不恶不可 信我的人不仅不在黑暗里 信我的人不仅从腹中活出 活水的江河来 信主的人不仅得永生 他还说信主的人要做比我更大的事 前面那四个是指的 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 全新的生命 那个不是我们自己来的生命 那个本来我们是 猫熊的生命 我们突然里面有一个人的生命 是这个意思 换句话说那个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 那生命是另外 神在我们里面活的 可是这里讲到说 他说信我的人要做 我做的事 耶稣说 并且要做比他更大的事 这是什么意思 信他的人不是他的跟随者吗 信他的人不是他的门徒吗 信他的人不是彼得吗 信他的人就包含了你我在内 就是我们这些人吗 为什么主耶稣说 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呢 怎么一回事呢 你说那是对彼得说的 没关系 你说那是对吴勇长老说的 我们也跟我们也没关系 对不对 你甚至说那是你们长老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不 这里讲信主的人 是讲你 不是讲信主的长老 换句话说 谁要做耶稣做的是谁 你知道我们教会这么久了 你都知道我问的答案 都是只有一个字 请问谁要做耶稣所做的事 我 对 大声一点 谁要做耶稣所做的事 我 就是你 就是你 不仅要做耶稣所做的事 而且要做比耶稣什么 大 你们说的 你说怎么可能 我告诉你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 因为这是耶稣说的 耶稣的话就是可能 什么叫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 为什么信主的人 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 什么是更大的事呢 注意听 更大的事是指我们可以做 比耶稣更长远的工作 从时间上来看 比耶稣做更广泛的工作 从空间上来看 我想我们绝大多数人 现在的人 大概都比耶稣活了久一点 对吧 超过33岁半的人 请举手 请放下 我们大部分的人 已经活了比耶稣更久了 而且耶稣出来工作 三十岁了 换句话说 他出来工作就三年多 可是你我信耶稣 活出来给别人看的时候 也不止三年半了 对吗 耶稣终他的一生 就走遍了加利利 走遍了 犹大 偶尔去一下 撒玛利亚 迪迦坡利路过的时候 去一下 偶尔去一下 做一点工作 他最多就做这么多地方了 我想我们活的范围 不止那个范围 对吧 现在不要讲说 我们总和起来 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就是你我个人 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因为耶稣一生都在巴勒斯坦 活着 受地理的限制 他只活了33年 受时间的限制 但是我们做比他更大的事 你说那我怎么能做 比他更大的事呢 我怎么能做比他更大的事呢 我怎么能做比他更大的事呢 我怎么可能做比他更大的事呢 他是耶稣 对 除了救赎你不能做以外 除了钉十字架 你我钉了也没用以外 但是我告诉各位 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为别人担责任 我们也做的不是吗 你们都不做啊 难怪我们教会不复兴的 我们为什么活着 不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吗 为别人而活 什么叫做 我们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我们当然不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我可以告诉你 那是因为12节 13节 14节 我都12节 你都1314节 耶稣说 我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就是你啊 耶稣说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 就是你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这样明白了吗 等一下 我往父那里去 所以意思说 他在地上的年日怎么样 短 他在地上的范围 载 但重点在1314节 我们怎么可能做比他更大的事呢 1314节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好 13节14节告诉我们 我们做比他更大的事 是谁做的 是他做的 耶稣做的 他说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我可告诉你 到门徒到现在还不明白的 不明白的 一直等到圣灵来了以后 门徒就都明白了 因为圣灵一来 圣灵住在哪里 我们的心里 所以住在我们的心里 那我们的肉身做不到的事情 谁可以做到 灵做到了 那么灵做到就表示不是谁做的 不是我做的是谁做的 是他做的 所以不仅我们靠圣灵得生 我们也靠圣灵 对吗 这就是保罗说的 所以不是我们做 弟兄姐妹 爱人容易不容易 诚实说 不要嫉妒容易不容易 不要骄傲容易不容易 什么都 就是不是有人说吗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 我唯一的长处就是谦卑而已 这都不是我们能做的 有的说我从来不嫉妒别人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 可以嫉妒的对象 显然你都是别人嫉妒的对象 你说我到现在都没有骄傲 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 可以拿出来骄傲的东西 好不好 你说我也不想报复 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一个 真正欺负到你受不了的人 否则你一定报复 报复的方式很多种 不一定要正面开打 老实说正面开打也打不过他 对吗 后面放一点小话 这个我们总会吧 我们为什么会 做得到那样的生命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做不到 这个不是学得来的 这是另外有一个生命 另外有一个生命 因此我们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 这些不是我们做的 是他做的 那等到圣灵一来 我们就明白了 等到圣灵降临之后 我们发现了这件事 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 对吗 这句话 叫你背了一年 你还没背起来 难怪你今天还这么 不清不楚的 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 住在我们的 住在我们的里面 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神住在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换句话说 不是我们要做 乃是他会做 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拦阻他做的 是拦阻他做的 不过从这一边 我们从约翰福音进到使徒行传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那就是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一定能行耶稣所行的事 我再说一遍 那这句话 因为我在这个礼拜 一直在想这个题目 然后一直在 都预备完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洗澡的时候 突然这句话 非常清楚的跑出来 他说 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一定能行耶稣所行的事 一个有谁内住的人 一定能够行谁所行的事 不是吗 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一定能够行耶稣所行的事 因为行耶稣所行的事 只有耶稣能行 那么谁可以行呢 圣灵可以行 所以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一定能行耶稣所行的事 我们所有人念一遍 一遍请 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一定能行耶稣所行的事 再来一次 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一定能行耶稣所行的事 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了 我们下面看这段经文 就一点都不困难了 请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二到四十二节 我读一节 请你读一节 我们来看完这段经文 这段的经文你读的时候 你当成它是天方夜谭 你当成它是西游记 你当成它是 读一读好了 没关系 我们的上帝就这么伟大了 就好了 不 这段圣经不是让我们读上帝的伟大 这段圣经不是让我们读说 有这么神奇的事情 这段的圣经读出来是说 我也要做这个事情 我要做什么事呢 做彼得所做的事 彼得做了什么事呢 彼得做是耶稣的事 彼得如果能做 我们就能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常在这边讲过很多次 我自己不是太喜欢天主教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确 在当时改教的过程 丢掉了天主教某些 还不错的东西 其中有一项就是 他们觉得彼得所做的 都是跟着耶稣做 我们今天所有人做的是 跟着彼得做的 我们就不喜欢 把彼得高抬起来 因为他们说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 咱们就不认他 可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好好读圣经 我可以告诉各位 耶稣所做的事情彼得都做 彼得做的事情 今天我们也都做 但是彼得做的是 因为圣灵在他里面 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人 一个不是神的人 像彼得这样 我想我们在做大部分的人 会比彼得好一点点 你如果研究研究彼得 你就发觉彼得 除了passion以外 没有什么东西 又骄傲又诡诈 专门陷害别人 有没有 耶稣在跟门徒洗脚 洗第一个洗第二个 洗第三个 洗第四个 彼得都点点 不要说话 等到要洗彼得的时候 耶稣把那个脚 把彼得脚要放在水里面的时候 彼得说等一下 你是我的老师 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 你说这个人坏不坏 你早讲嘛 是不是 前面洗了四个 洗到第五个 耶稣彼得说 你是我的老师 怎么可以洗我的脚 啪啪啪啪 四个先打下去 对不对 看我比较高超 对不对 看这个人坏 这个人坏 这个人坏 耶稣在那个大风大浪的 那个晚上 走在海面上 他们都觉得是鬼怪 包括彼得都认为是鬼怪 很惊讶 后来耶稣说 是我 不要怕 彼得说 如果是你 请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这叫出风头 对吗 出风头 就让他下去出风头 感谢主 后来喝了几口水 真是罪有应得 可是彼得能做这样子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 大概也不会这样 十二个使徒 除了犹大以外 就是彼得一个人三次否认耶稣 对吗 而且还 否认之前还要先讲说 就是众人都背弃你 我也不背弃 就是说我高人一等 最后他第一人一等 你发现没有 三次 而且耶稣还跟他说三次 那你第一次已经被抓到了 第二次已经被抓到了 第三次怎么样 快跑就好了 不要否认第三次吗 还在那里被抓到 但彼得能做 不是彼得做的 不是彼得跟随过耶稣 是圣灵在他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大家今天就公平了 咱们没跟随过耶稣基督也不怕了 因为今天谁在我们里面 一个有什么内住的人 就一定能行谁所行的事 我们来看到底行了什么事 我们来读三十二到四十二 我读一节你读一节 彼得周留四方的时候 也到了居住履大的圣徒那里 彼得对他说 彼得对他说 以尼亚耶稣基督 医好你了 起来收拾你的褥子 他就立刻起来了 在约帕有一个女徒 名叫大彼大 翻希利尼化就是多家 她广行善事 多诗周记 旅大圆与约帕相近 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 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 央求他说 快到我们那里去 不要担言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 就跪下祷告 转身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见了彼得便坐起来 这是传片的约帕 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 这个是 路加写下来的 而当他写下来 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 当时大部分人都还活着 所以当他说 这里有个摊子 在路子上躺了几年 会有人说是七年半不是八年的 可见他这个东西 是写的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到了三十七节 他讲这个死了的人 是他死了 而且已经把他怎么样 如果没有死的话 洗洗就活过来了 对吗 所以这个人是死了 但从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要来看四件事情 就是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怎么样可以行耶稣所行的事 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是要行耶稣所行的事 那他怎么可能行呢 他怎么可能行呢 他怎么可能行呢 第一件事情是 先写下来好了 上个礼拜第二堂 我欠你们 最后一个答案对不对 有的人追到外面去 一路一直问问问 后来我第三堂 我先把答案讲出来 把答案都填上去 免得又忘了对吗 第一 成为主动关心他人需要的人 请主动关心 主动关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被 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他要成为主动关心 他人需要的人 彼得在被圣灵充满以后 就开始活出基督 要他活出来的生命的见证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他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其实没有明显的转变 他一直到圣灵降临之后 才有明显的转变 所以彼得转变的关键点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这个不是讲到耶稣基督的 受死 埋葬 复活 不重要 完全不是这个重点 有的人就是喜欢跟人家瞎搞 人家没有在讲这些事情 他就要说说 你们把圣灵提得比耶稣高 谁在讲这个事情 我们是在讲说 耶稣为我们钉在实际上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彼得怎么认识耶稣 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 彼得怎么经历到生命的改变呢 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住到他里面去 在这边路加记载了 彼得在受圣灵的内住之后 所做的事情 其中有一个在三十二节 我们来看这两件事情之前 有一节值得我们注意 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彼得周留四方的时候 也到了居住旅大的圣徒那里 这一节说什么呢 三十二节说什么呢 说彼得周留四方 彼得为什么周留四方呢 我告诉你因为耶稣也周留四方 所以彼得就周留四方 那耶稣怎么会周留四方呢 哪里有说到耶稣有周留四方呢 有 有 一模一样的词 就是彼得曾经 不是彼得曾经 是彼得后来说了 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 彼得一次讲道当中 他说的 他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高达他任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留四方行善事 所以耶稣周留四方 彼得就周留四方 亲爱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耶稣做的事情门徒也做 门徒做的事情我们也做 耶稣做的事情门徒怎么做呢 在圣灵里面做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在圣灵里面做 或者圣灵在我们里面做 换句话说 我们做的事跟耶稣一样的事情 彼得为什么周留四方呢 因为耶稣也周留四方 那周留四方是什么意思呢 周留四方就是走遍的意思 走遍的意思 换句话说彼得做什么事呢 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做什么事呢 就做耶稣所做的事 耶稣做什么呢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圣经上说的 马太福音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9章35节 耶稣走遍加利利 马太福音4章23节 他走遍加利利 耶稣做什么事呢 耶稣周留四方 因为这个缘故 比耶稣的门徒彼得也周留四方 不仅耶稣走遍加利利 彼得就去走遍 七个执事之一的菲利 圣经上也说 他走遍了亚索都到盖撒利亚去 不仅菲利走到亚索都跟盖撒利亚 保罗也走遍了马其顿 换句话说 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应该跟彼得一样 应该跟保罗一样 应该跟菲利一样 应该跟耶稣一样 走遍了那一个地方 你说搞了半天是在讲我吗 对就在讲你 你说走遍什么意思 走遍什么意思 走遍不是大街小巷的意思 你知道每一次讲到 他走遍那一个地方 下面都说他去找人 他去找人 走遍只是手段 目的是在找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关心我们周围很多的人 新约圣经用周流四方跟走遍 来描述耶稣跟他门徒的生活方式 而每一次提到这个词的时候 都表示他们在寻找有需要的人 所以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就是主动关心他人的需要 今天我们怎么做耶稣所做的事 我们怎么行耶稣所行的事 就是成为一个主动关心他人需要的人 主动关心他人需要的人 为什么我们要主动关心别人的需要 因为我们当中周遭有需要的人太多了 弟兄姐妹 你身边有没有人是有需要的人 我讲的都你们先不要怕 我讲的都是钱 我过去的礼拜六才在同工会里面讲 退休会里面讲 如果只是讲到钱都好办 因为钱是最小的事 真的 钱是最小的事 如果钱能打发掉了就把它打发掉 那问题是又要我们拿时间 又要我们拿精神 对吗 又要我们拿体力 又要我们拿所有东西出来 拿不出来 要花时间 昨天我们退休会 我跟几个弟兄家庭去退休会 有一个弟兄就问我说 他说 他说 李哥 谢谢你来陪我们退休会 我就跟他讲 我说 我就跟他讲 我说因为我陪你们有一个目的 他说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一定做得好 不过我内心的目的是 如果我陪你三年 可以节省你七年摸索的时间 我就太值得了 如果我陪你三年 我可以帮你节省七年摸索的时间 我就太值得了 我一个人可以陪他 他就可以得到这么多改变 那可能这是我们高超的情超 对吗 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的 我才自私呢 你来帮我吧 干嘛我帮你 这不是我自己 我自己知道的 这是从圣灵来的 所以你也能做到 如果彼得能做到 你我一定能做到 你好好的去读彼得 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 跟他被圣灵改变以后的差距 你就会知道 我们比彼得好太多了 彼得又自私又狂妄 不知道为什么耶稣选上他 后来知道了 因为谁都可以做耶稣的门徒 最后做的又不是我们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主动关心别人的需要 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需要 都很敏感 你只有关心他的需要 他才会有被爱的感觉 你如果没有关心他的需要 他没有被爱的感觉 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他有一个很正常的表现 他会主动去关心他周遭的人 你说我做不到 我一直在说 不是你在做 你当然做不到 你做不到 我现在不是说你要去做这件事 我是说你会做出这些事 不是你要去做这件事 是你会做出这件事 这是生命的问题 这是生命的问题 这不是努力的问题 我没有说不需要努力 你可能需要努力 你可能需要学习 你可能需要效法 你可能需要好好读圣经 你可能需要跟别人学 可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你学得出来 是他活得出来 他的生命在你里面 你就活得出来 你只要一放他就出来了 我在说一边 你只要一放就出来了 你只要把你的生命 人的部分 人的部分 你没办法不骄傲的 我没办法不骄傲的 你没办法不恨人的 我没办法不恨人的 这都没办法 我们可以说我不要恨 我不要恨 可是你没办法的 我们能不恨是因为那个人 还没有要我们恨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不都好好的吗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为什么结婚会炒成这个样子 时候不到 时候不到 时候到了就会讨厌他 可是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果被改变 就完全不是这样 所以第一 我们要成为主动 关心他人需要的人 第二 我们来读33到35节 彼得的服事当中 我们看他帮助了一个摊子 让他起来行走 这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们读33到35节 预备 请 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 得了瘫痪 在路子上躺卧八年 彼得对他说 耶稣医好你了 起来 他就立刻起来 凡住旅大和沙伦的人 都看见他 就归福主 这段记载的彼得让瘫痪的人 起来行走的经文 让我们曾经想起 耶稣也曾经这样做过 耶稣在四福音里面 有三次叫瘫痪的人 起来行走 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耶稣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 他得的是瘫痪病 那很可能就是今天的所谓的中风 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躺在阳门旁边 骑往壁士大水池 冻的那个人 躺了三十八年 他大概也是个中风的病人 大概 因为他是没有办法 他不只是下半身不能 他可能是全身不能动 不然他就可以爬过去 但是他说 没有人可以把我放在水里面 那四个摊子 四个朋友 把一个摊子带去看耶稣更明显 因为他连轮椅大概都不能坐 那当时没有轮椅 那你可以有四个人抬 他大概不是 他只能躺着 所以他们只好用褥子把他抬去 那耶稣叫他们从 摊子当中起来 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 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 耶稣叫他说起来 拿你的褥子走吧 所以这位被圣灵内住的彼得 也用同样的话了 他怎么说 他说起来收拾你的褥子 他怎么学会这句话呢 因为他一直跟着耶稣 耶稣叫人家起来 拿着你的褥子走吧 他就学了这句话 可是重点不是他学这句话的问题 重点是在里面有另外一个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重点不是我们像不像基督徒 重点是圣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能不能发动 我们可以讲出那个话出来的 我们可以讲出很好的话出来 但是我们没那个生命 准确的说我们本来就没那个生命 所以不要自卑 活不出来没问题 如果靠自己当然活不出来 可是如果让圣灵在我们里面 你就活得出来 弟兄姐妹 更何况彼得跟耶稣所做的有个大不同 耶稣每一次做都他自己做 靠他自己 可是彼得不是靠他自己的 我们来看第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 彼得对他说 请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起来收拾你的褥子 他就立刻起来了 你看到不同吗 是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所以不是我医好你了 所以彼得知道一件事情 是圣灵的工作 是耶稣的工作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了耶稣医治瘫子 彼得也医治瘫子 那我们当中也曾经听过 有的人瘫子起来行走的 神医大会里面 那这些我跟你讲 各位讲都不稀奇 当时神可以做 现在神可以做 一点都不稀奇 问题是我们这个 有圣灵内住的人 就是你我 能做这样的事吗 我们能够使一个瘫痪的人 站起来行走吗 弟兄姐妹 当然能 问题是什么是瘫痪的人 问题是什么是瘫痪的人 今天除了中风 跟身体瘫痪的人之外 什么人是瘫子 什么人是不能 起来行走的人 我告诉各位 就是忧伤过度 非常自卑 自我形象不好 没有办法面对现实 没有办法面对环境 不能接纳自己的人 这就是瘫子 他不能胜过自己 他不能胜过环境 我告诉各位 有这样子的问题的人 跟那个躺在床上的人 基本上差距不大 有高度 忧郁症的人 难道不是瘫子吗 他不能胜过自己 不能胜过环境 想站起来的时候 站不起来 没有办法走出去 有一次我在美国 碰到一对夫妻 他们都没有信主 就一直要我 传福给他的女儿 后来我们就看到 那个女儿了 他那个女儿 他爸爸妈妈都是 中国大陆出去的 都是博士 生了这个女儿 非常的聪明 所以带到美国去之后 就长大 最大的过程 就是什么读书都是第一名 第一名 最后读了生化 是美国最好的系 而且是在最好的学校 那个生化的全国排名 第一的就进去了 那不得了 进去之后 没想到 一进去就发现 人外 天外 你是中国出来很厉害的人 你碰到美国又在美国读书 你不是死定了吗 你知道一下子就结束了 一次跟人家比 你就知道说 人家怎么跟你一样 那不然你叫美国人 到台湾来读书读书看 看看谁比较厉害 要用中文读 后来他就不能接受自己 以后他就转学 错学 就转来转去 后来我们见到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走过来 我看到他 一脸的聪明的样子 可是那个眼睛是闪烁的 他不敢正视人 他的爸爸妈妈就说 要我传逼给他 我跟他爸妈妈说 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是你们 因为他爸妈妈跟我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就跟他说 你们没有爱你们的女儿 他说我们这样还不爱他吗 后来我跟他说 是你们需要信耶稣 是你们需要改变 可是我也跟他讲 不是我不想帮助你的女儿 你的女儿现在还不能受帮助 还没办法受帮助 他帮助起来之后 还给你们 你们又会把他丢回去的 因为你们没有改变 因为那土壤没有改变 因为那个环境没有改变 那个女儿就是因为 最在的是他爸爸妈妈 和爸爸妈妈就是会常常讲一些话 让他没有办法接纳自己 后来我说是你们需要改变 不只是你的女儿需要改变 这个女儿最大的麻烦是 他说I am a loser I am a loser 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所以他不敢见人 他每天躲在房间里面 他不能接纳自己 这种受自我限制的人 就是耶稣要行事的对象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第二 信主的人要成为受自我限制之人的力量 受自我限制 什么是中风 什么是身体贪婪 就是受自我限制 他的身体让他不能走 他的心理让他不能站起来 他的生命没有站起来的能力 受自我限制的人是 我们去跟他相处的对象 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 我再去那个教会的时候 那个小妹妹已经长期被帮助 他现在已经开始出来服侍人了 看到人我看他的眼神 还没有非常的稳定 不过不像原来那么飘忽了 他至少可以看你一下下 然后再看到别的地方去 就跟他讲几句话 他也知道是我去年我来 那就跟我讲了几句话 他就走了 我就跟他说不要打扰他 让他慢慢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长大 今天我们周遭有太多这样子的人 有的人不能抵挡物质的诱惑 有的人没有办法过自信的生活 有的人没有办法胜过自我的控告 有的人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形象 没有办法 他对他自己的期望是这个样子 他有一天发现他是这个样子 他就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没有办法接纳你自己怎么办 只有圣灵能让我们接纳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活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而活 有的人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软弱 他的意志像瘫子一样 他不能站起来 他只能随波逐流 他只能顺流而下 他知道自己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这样的人如果在我们当中 那是圣灵要工作的对象 如果你是你需要圣灵 如果我们是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我们要去成为受自我限制之人的力量 第三 我们不仅是成为受自我限制之人的力量 我们也成为写下来 与外界隔绝之人的帮助 成为与外界隔绝之人的帮助 第三段就是讲到36到42节 彼得做了另外一件看起来很伟大的事情 就叫人从死里复活 叫人从死里复活 在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件事情上面 我们也看到耶稣曾经三次叫人从死里复活 一次叫拿因成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一次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 一次叫拉扎路从死里复活 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 重点不是那个人肉身可以活的 因为那个肉身不能活到永远 这里叫人从死里复活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什么是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讲到死 永远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那个死就是 与外界隔绝叫做死 与外界隔绝叫做死 什么叫做死人 就是与外界隔绝 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死 其实你我可能死在最终 那是圣经上的话 基督徒也可能死的 那非基督徒 对不起如果我们当中有 我们是在用圣经的话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在 这个咒诅你 死是隔绝的意思 至于外界隔绝的意思 在圣经中什么叫做死呢 就是跟神不通 跟人不通 跟自己不通 叫做死 跟神不通这个很明白 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跟神不通 对不对 不是找不到他 是不想找他 这不是隔绝了 跟人不通 很多跟人不通的 你跟你的部署通吗 你跟你的长官通吗 你跟你的配偶通吗 你跟你的父母通吗 你跟你的儿女通吗 你跟你的同事通吗 隔壁邻居令人讨厌 你跟他通吗 最要紧的就是把墙拆掉 你足一道墙 他怎么不足墙 然后你再足他再足 你再足他再足 那你说先把墙拆掉 谁愿意把墙先拆掉呢 先把墙拆掉 就是关掉那一个保护膜 是不是 他开着保护膜 我为什么关掉保护膜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做不到 人做不到 人 我讲的就是我 我做不到 可是圣灵做得到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一个缘故 我们不能 我们不仅跟神不通 我们跟人不通 我们跟自己都不通 甚至基督徒也常常这样 可是一个圣灵 内住的人 会有什么现象呢 就是你会跟神通 你会跟神通 你会跟人通 你会跟自己通 我再说一次 不是你的问题 是圣灵的工作 你会跟神通 你突然就通了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突然本来看一个人 很不顺眼 你突然就看顺眼了 那绝对不是你 那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没错 你突然接纳你自己了 你突然跟自己通了 我告诉各位 那个人是怎么样 不是最重要的 那个人是怎样的人 不是最重要的 就如同我是怎么样的人 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如果像我自己这样 我怎么能接纳我自己呢 所以不是我接纳 我自己的那个不好 是神接纳我 因此我们接纳人 并不是因为他好不好 我们接纳人 是因为他是神所造的人 因为这样就活过来了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 如何行耶稣所行的事呢 就是成为与外界隔绝之人的帮助 第四最后了 我们读三十五节跟四十二节 我们就结束了 三十五节跟四十二节 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一起来读 预备请 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 就归服主 四十二节 这是传片的约怕 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什么事情 他们归服主呢 住吕大跟沙伦的人都看见了 那个摊子起来行走 就归服主 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 彼得医治了那个摊子 就归服主 这是传片的约怕 就许多人信了主 什么是传片的约怕呢 就是大比大从死里复活 传片的约怕 就许多人信了主 彼得让大比大从死里复活 传片的约怕 就许多人信了主 换句话说 听到的人都归信基督 弟兄姐妹 今天最大的问题 传福音 不是我们有没有去传 不是我们有没有去传 今天我们在讲宣教工作的时候 总说我们去 对 已经不错了 不叫他们来而已 是我们去 那更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们活 我们活 不是我们去 去了也没有用 因为活不出来 怎么样可以活出来 在圣灵里面 就活出来了 有圣灵内住 就活出来了 不是你我要不要活的问题 你我是活不出来的 可是里面有个生命活出来了 因为这个缘故 第四 成为所有看见之人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人怎么可以行耶稣所行的事 因为人家看见耶稣所行的事 人家都说耶稣是这样的一位 人家看见彼得做的事情 就说我们要归福主 人家看见彼得所做的事情 就许多人信了主 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让别人看见我们 就说我们要信主 那不是我 是我里面的圣灵 我们再来唱 刚才唱的最后一首诗歌 我们就要来结束 在结束之前 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请你为自己做祷告 我要行耶稣所行的事 你所说的话 是道路 是真理 是生命 原来不是靠着我们准备 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这个败坏老旧 是不能改变的 主啊 只有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 把耶稣基督的救恩 向我们开启 我们突然眼睛一片明亮 原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否则我们会灰心到死 你已经为我们钉在施架上面 我们怎么可能还一直背逆你呢 原来我们靠的是自己 原来我们不是让耶稣 不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主 求你内住在我们里面 叫我们能行耶稣所行的事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荣耀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以及神的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